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百一时一集 自咒咒他 偏真偏爱 这个柱子里面说得好 我们念一念 它是此句是咒诅而无值可求者 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常常有 自己受了委屈 没有法子辨别就读咒了 法师读咒了 凡是诺耳自咒 又兼咒他人这事 这个现象 我们常常看到 这种行为 决定不是好的行为 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 一切乏从心想身 这个心想不好啊 怎么能招好的果报呢 真正有学问 有德行 有羞耻的 他明了 念头要亲近 要善良 业余心态 要如乎 这个感应呢 是善的果报 在新加坡 我常常提到的 曲折 修举 它是我们修行人最好的榜样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在呀 人家一生 都能保持着 心平气活 所以他健康长寿 健康长寿不是别的来的 是你自己保持的 为什么我们常常这个心不平呢 心不平 这个根从哪里来的 妄想分别执着来的 确实假的 人要真正明了佛所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他心就平了 一切法如梦欢泡淫 他心就平了 你恭维我 赞叹我 想想阿弥陀佛 假的 你毁谤 侮辱陷害我 阿弥陀佛 也是假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后必要执着 后必要分别 佛菩萨 如是教导我们 我们再看看 许哲居士 他怎样让他 一百年当中 保持着心平气活 没有别的 他懂得是假的 你侮辱我 骂我 你侮辱别人 骂别人 我为什么不生气 那与我不相干 那是骂他 那为什么我我身心呢 执着有个我 这就错了 分别有个我 执着有个我 那你晓得 分别执着 都是属于妄想 我们学佛 要在这个地方 觉悟了 明白了 就得大受用 得实 这个念头就放下了 没有得实心 就不会犯这个过失 这种过失 都是从得实 分别执着来的 人这一生活在世界 为什么不快快乐乐 为什么自己 要给自己过不去 实在讲 确实是自己 给自己过不去 别人没找你 是你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 我们同样生活 在这个社会里面 尤其过去 新加坡这个国家 成立才三十几年 未成立之前 在此地 这些华人 是有启示 你听老修女讲 在这个地方做工 一个月 工资多少钱 命案快钱 他说得很好 不时一个星期 有一天休假了 一年休假一天 没有休假的 而且两块钱工资 自己还舍不得用 还要寄回中国 帮助他 更苦 更穷的 那些兄弟姐妹 这是他 过去亲身 所经历的 在社会上 没地位 怨恨不平的 这个心 当然是有 他能够把这个心境 摆平 这是什么样的学问 什么样的功夫 他告诉我 他没有文化 没有念过书 这是真的 在那个时代 妇女受教育的 几乎是没有 一百年前 很少很少 除非是 大家是富贵一只家 才请个老师 到家里面来教 一百年前 还没有学校 他从哪里学来 他不是天生的 他是学来的 他好学 常常向别人请教 他听了之后 他就能有受用 他就能记住 他这一生 最大的长处 听善 不听我 忌善 不忌我 这是他一生 成功的地方 所以能保持 一生当中 心里就没有我念 只有善念 没有我念 所以一生的行为 只有善心 没有我念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好好的学习 这是自己得福 自己得力 偏 是偏心 正是 嗔恨 不喜欢 讨厌 从哪里来 贫静 喜欢一个人 讨厌一个人 一地心地不公 所以偏思 这个诸节里面讲 偏真偏爱 所指圣光 他底下举这几个例子 凡君子于臣 父子于子 父子于妻妾 主人于他的破人 介有之 那么这个也是四世真相 也是古今中外 我们都常常能够看得到的 常常听到的 就是我们修佛了 这个道常了 老和尚 那徒弟很多 信徒很多 也有偏真偏爱 可见的这种烦恼稀气 有多重 你要是问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 不公平 没有平等性 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 如果你是用平等性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你看看 最近 从中国来的 几个访问团 福州这个团 三十多个人 今天回去了 北京这个团 五十多个人 还要住一个星期 明天是二号 明天 辽宁有个团 明天到 还有从台湾来这团 这些同学们到 居四林看了之后 感触很深 居四林 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每一天 进进出出 上千人 他们所感受到的是 大家一团活气 看不出歧视 领导人 黎牧原居四 看不出他有 拼正 偏爱 这是叫来参访的人 从内心里面 佩服 这里面人 没有闹意见 没有哪个 跟哪个不和 没有吵架 没有闹思 一团活气 黎牧原 没有思心 一到这里来供养修功德 你是为三宝的 你不是为我的 所以对居四林 布施供养 再多盖再大的 决定没有特别接待 你一分钱 没有供养的 也绝不轻视你 一律平等看待 这个不容易 居四林有很多大护法了 你看吃饭的时候 自己拿一点菜 再拐拐啾啾啾上 黎居四要不值得 跟文化 我们都不认识 真真有力的大护法 他们不会争在前面 都退在后面 都懂得 谦让 这都是圣贤的教会 所以中国同修要特别学习 中国同修的时候 直直到往前面转 绝不肯让人 所以他们要请我回国去 我说你们能学到 新加坡的千让 我就回去了 每一个人都要往前面站 交通阻塞了 路都不通了 我说我不是不想回去 非常想回去 想了几十年了 不敢回去 为什么不敢呢 你们的热情 我很感激 热情太过分了 每一个都真先恐后到前面来看 我受不了了 造成直续混乱 引起公安的问题 这怎么可以 如果像居士林这边的同修 每一个人都知道忍让 人都希望往后面推 不希望往前面站 我早就回去了 这是成就自己真实的德行 你看看 事出事件圣行 叫我们既得 既因得 做了好事 不要让人知道 不必造成自己特殊的地位 不必跟自己造成一个 行住的目标 大家看到你 恭敬你 恭维你 你修集的功德全包了 退在后面的那个人 他既得功德存在 他没有爆掉 后报不可思议 那才叫真实功德 真实的利益 所以 我们在世间 除世待人家无 心要贫 心要贡 借敬一切人 是无 大功无私 这才成就德行 决定不能够 拼心 拼心 纵然有大福报 那个成就 也不是真实的 真实 苏不修 他发得很快 他败得也很快 凡是偏心的 借出他一些人 他偏概的那些人 那些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 为他有利益 他来了 为他没有利益 掉头就走了 这非道义之教啊 真有道义 你在拜的时候 他还来照顾你 还来看你 你们大家看过《红楼梦》 《红楼梦》里头有一个道义的人 刘姥姥 你看贾家的败的败王的时候 原先那些 赋言去世的那些人 一个都没有 平常的八戒的人 通通没有 一个都不见了 只有刘姥姥的时候 还带着一点衣服 带着神吃俭用 带一点钱来照顾他 这有道义 这些人现在说是没有文化水平的 没有念过书的 乡下人 乡下人 老师人 他懂道义 他进大观园 拜访这些亲戚 这不是趋炎 富士 沾到一点亲戚的关系 一点边缘 去探访 我们要认识清楚 特别是你将来 在社会上 有名声 有地位了 稍稍有一点得望了 你要知道 这一类的人很多 如果你的心 不平 不公 这周边的人 就是将来你 失败的因素 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了 你拜 拜在哪里呢 拜在最贴近的人 这是古今中外 都不能够避免的 只有真正有智慧 真正有学问 他能看得出来 佛给我们讲 罢苦里面 愿赠慧 所以 凡是很亲近的人 一定要懂得 佛说的 愿赠慧 这些都是冤家对头 都是等着机会来报复 用什么方法 能把愿赠慧解除呢 公正 平等 灵敏 廉洁 这民才有智慧 完全用智慧去观察 用智慧来处理 要特别提高 进局 就是对这个 常常接近的人 特别提高进局 常常接近的人 要对他无私无求 我们的偏心就没有了 无论他有再高的地位 再高再多的财富 我们对他无私无求 你的心才能摆平 你要常常 我们要依赖他 互持 依赖他 互发 你就完了 眼前是对点小利 最后 要吃大亏 利子太多太多了 他这个注解里头 也有具体有例子 我们不妨多看看 知道这个厉害 佛菩萨之所以能够成就 道业 那个根本 就是在无私无我 金刚经上所讲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成就道业的根本在此地 在事发里面 如果建立不朽的德行工业 也是以这个为基础 由于丝毫 为自己的心 你的成就 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呢 这很容易理解 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的事情 没有不被揭穿的 纵然你在一生当中 隐瞒得很好 没有被人揭穿 死了以后 还是会被人揭穿 被人揭穿之后 一文不值啊 所以真实的事业 功德 是要用真诚心去做 决定不能用虚伪的心 虚假的心 那个成不了实的 真实功德 是决定不能成就的 所以我们读这两句 感触很深 感触很深 诸杰里面 诸位自己去看 自己去反省 特别是在 现实社会里面 仔细去观察 这些事情都在我们周边 不难发现 人 无论是善人 是我人 不能不接触 学佛菩萨 学圣贤人 对善人 对我人 总是用一个真诚平等性 决定没有偏真偏爱 这就对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就讲到此地